好,在看完了生死短语之后,咱们来看看课文部分 先来看看课文的第一段 第一段第一句话说 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 当他们开始记录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将会处于一个得天独厚,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地位 首先这个未来的历史学家用的是Future historians 这个未来也是我们写作中一个关键表达 咱们对着未来呢,作为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回忆第七课讲过 未来的老公和未来的老婆 就是未婚夫、未婚妻这个一个表达 首先回忽一下未婚妇,就是准新郎 可以用husband to be,未来的老公 或者用个法语词以后叫fiancé 这个都行,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husband to be fiancé 后面有个字母,一上面加一瓶法语的一个标志了 也可以这么读也行 再来一遍,fiancé 中音在中间或者在后面都行 fiancé或者fiancé都可以 未来的老婆呢,我们叫准新娘 或者这个未婚妻都行 我们分别打上来一遍 bride to be 注意不是wife to be 别自己编 bride to be 或者用后面这个词再加一个字母一 这字母一像美丽的大眼睛一样 这个未婚妻两只美丽的大眼睛 未婚夫冲未婚妻几眼就一指 所以呢,两个字母一发音一样 也是两个中音在中间 在最后都行 大声那边 fiancé fiancé 都可以 这是未来的老婆和老公 还有一个叫做未来的后代 就是我们的后代 我们的子孙 有一个泛指的不可署名词 咱们也讲过 这是重要一个质点的复习 大声那边 posterity 注意后面这个字母 替我说话 在里面 posterity 后代 后人 子孙 这个不能当可署名词来用 它一定是泛指 我们千秋万代的后代 我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these works of art are preserved for posterity 这些艺术品怎么样 是为我们的后代 而保存下去的 我们现在回调 他们就看不到了 这会固定搭配 do something for posterity 一定记住 这个词表示后代是不可署的 写作中又是五星级的重点的用法 好 这是指后代的人 泛指不可署 我们进一步再看 还有一些做状语的 在不远的将来 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等等等等 该怎么说 这也是复习 那么在未来可以叫 in the future 我们在里面可以加修士语 in the near future 或者用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not too distant 三个词用两个连字符 两个hyphen连在一块 在不远的未来都行 还有一个常见用法 叫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foresee这个词 在前面讲过吧 在我们那个什么 这个幸运的发现 那个书 在第三十三可难忘的一天里面 我们讲过 foresee这个词 就提前预见到 un foreseeable 不是未曾预见到的吗 un foreseeable 是未曾预见到 un foreseeable呢 是不能预见到的 foreseeable是可以预见到的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就是在可以预见到的未来 来自于预见 三十三个讲过 就是 foresee 好 这是指未来相关的一些 时间状元 还有一个 从长远来看 从短期来看 从长远来看 也是跟未来相关 就是in the long run 从短期来看 就是in the short run 就从长期和短期 这个同时记住 咱们也是看一个简单的例句 把它都用上 你看这句话说 taking this decision will cause us more in the short run but will be beneficial in the long run 这个take 在这里表示 采取的意思吧 采取这样一个决定呢 那么在短期来看 可能是我们花费更多一些 但是从长期来看 是有好处的 在短期来看 叫do something in the short run 长远来看 叫in the long run 也是跟未来相关的 可以同时记住 那么未来的 咱们看着这 如果表示当代的历史学家 当代的学生 当代的中国人 这个当代的可以怎么说 比方说我们就指历史学家 最熟悉的 大家可能就是这个modern modern historians 可以 还用today's 今天的 也是当今的 today's historians 也行 或者用historians of today 这个答复也很常见 我们也可以说 当代中国人 modern chinese today's chinese chinese of today 这也行 chinese 属于不能再加s的 单复书通行 还有一个比较大个的词 叫contemporary historians 这个词也可以表示当代的 当代的这个历史学家 用它也行 我们最后一个词 个儿大 跟老师大声来读一下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大家可能还记得 在词文中咱们讲过 如果把前面那个c文去掉的话 这个temporary 后面这个temporary 翻译成临时的 暂时的 但contemporary 也可以表示当代的 当然有的时候 也可以表示同时代的 在这儿是当代的 我们看到朗文当代英语四点 叫long 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当代英语 叫contemporary english 也是这么来用的 好 这是把未来的 跟当今的放在一块 这个当代的留着 咱们一会造句会用到 好 回到剧中 这句话中会不会出现一个 五星级重点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这个position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 在这儿不是表示位置 而是不是地位 状况 处境 在这里可以翻译成名词 situation 地位 状况 或者处境 它不是表示地理位置 而是不是地位 状况 处境 一般是跟in 杰斯因达菲 等于将处于得天独厚 独一无二的地位 是这么来用的 我们再多看几个例子 都是跟杰斯因达菲 比方说 she is in the enviable position of being able to choose who she works with 这个女孩的处于这么一个 enviable 就令人羡慕的这样一个地位 什么呢 这个处境也行 就是她能够选择 她跟谁在一块工作 这个地位令人羡慕 令人处境 令人很羡慕 这样一个地位处境 注意跟杰斯因达菲 再不用说 when two of your best friends argue it puts you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这个连前面动词达菲 都可以记住了 当怎么样 当你的最好的两个朋友 在争执吵嘴的时候 这将你将使你处于 一个尴尬的地位 使某人处境尴尬 就put 动词原型可以把字母s去掉 put somebody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使某人 触境尴尬 就两个都是好朋友 不知道该说谁 该劝谁了 对吧 触境尴尬 你可注意 也是跟杰斯因达菲 动词可以跟put 一块来用 再比如说 in a delicate position 就触境很微妙 处于非常微妙的 这么一个处境或者地位 in a dominating position 处于统治地位 这个地位处境 这个dominate 本来做动词 就是统治的意思 对吧 再比如说 in a favorable position 在有力地位 比如我们足球比赛 在零结束 还有一秒钟的时候 我们还是 20比零在领先 那我们当然是 可能有力了 处于有力地位 in an adverse position 这处境很不利了 0比20那一方 当然是处境很不利 不利地位 叫in an adverse position 都是地位处境状况 再可以名词短语 中国的世界地位 就China's world position position在这 不是地理位置 而是地位处境状况 在什么一个地位 可以加就是in 时某人处在什么地位 在前面可以再加动词 put 时某人处境尴尬 就put somebody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这个可以同时记录 特别漂亮 好 再回到剧中 那么未来的理学家 将处于得天独厚 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位 在什么时候呢 when是时间状况从女 当他们开始来记录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这个为什么开始呢 因为记录时代要按顺序 唐宋元明清 到了我们新中国 中华人民共国 这个时期 当开始记录这个时代的时候 就这个意思 这come to do something 常见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start to do 就是开始做这个事了 刚才做那个 现在开始做这个事了 比如说 I've come to like her over the months 经过这几个月来啊 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 一开始可能没有感觉 但日久生情 几个月之后 我已经开始喜欢她了 可以这么来说 还有另外一个搭配就是 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偶然的 不经意的偶然的做模式 也用come to do 在本文中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但有的时候就背不住 你看这句话 a body came to be found under the bridge 不能说一个尸体开始被发现 不通顺 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无意中在桥下 发现了一具尸体 这个尸体无意中被发现 咱们发现这个主动更好一些 有人无意中在桥下发现了一具尸体 come to do 两个意思 在本文中跟着语境 是第一个开始 那么后面这个times 依然是时代时期的意思 这个我们看第一句话非常重要 出现了好多重点知识 咱们跟老师看能不能把这句话 来付出一遍 那未来的历史学家 当他们开始记录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 将处在得天独厚 独一无二的地位 咱们一起来一遍 大声说一遍 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好 再来一遍啊 再稍微快点 Future historians will be in a unique position when they come to record the history of our own times 我们类似来造过去 类似来造过去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 那么当代的科学家 在开始进行复杂运算的时候 处于得天独厚 独一无二的这么一个地位 在计算机的帮助下 就是with the 可以用help 但更正式可以用名字assistance of computers 对吧 当代的 咱们用刚才那大个的 contemporary就好了 进行复杂运算 进行运算的make calculations 复杂运算 make complicated calculations 就好了 咱们看怎么说 with the assistance of computers 当代的 contemporary scientists 怎么样 are in a unique position 时间中文从句 when they 开始 come to make complicated calculations 就是在计算机的帮助下 当代的科学家们 当他们开始记录 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呢 当他们在进行复杂运算的时候 将处在得天独厚 独一无二这个地位 当代的contemporary用的对 后边那个 这个开始用come to do 用的很对 做运算 make calculations complicated 就错综复杂 好 咱们第一句话 跟老师就看在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